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49年9月初去农历的任务企业 当时是有两批穿着不进服装的人 经过我的老家 第一批是扛着这个冯都支队 这个企业从老远的地方 就大摇大摆地走来 要抓葬丁 我妈妈就叫我带到二弟 到外国家那个人读一下 第二天呢 我就听我舅舅说 群队在我老家的门口池塘 丢树丢栏炸鱼 爸爸出来口头 我表示不满 当场就被枪杀了 没有几天呢 第二批靠装 无疑支队的气队又来了 这次呢 被抓住了 因为他们枪兵呢 一起被抓的四位好处啊 走路走到 我都过的山中 集合在哪里 那个时候我没有再看到妈妈一次的 秘匹被抓的人呢 一共大概有三百个人 就随着缺退部队 就慢慢地走 就往潮毒啊 汕头啊 这个方向去走 走的时候呢 老兵一压着 不像警队啊 还是像俘虏啊 到了汕头以后就管在 沙头上面的窗户里面 那个窗户是按股田鱼的 一上船我就晕船 那旁边的人就是大小便也就在 船舱的角落里 偶封的东西都在那里 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海上面过了七天呢 本来是要开往珠山群岛的 本来就到了京队 一天早上起来就看到飞机啊 听说飞机是炸的共军 那个时候叫做骑队长啊 就是啊 你们本开放军服 不然的话飞机会把你当作本 不知道是谁的 沙部队那一天 听说就是十月二十五号 我没有跟共产党军的直接冲突 我那个团是四十一团 那四十一团呢 团长失联 也是这样子的话 我呢就没有上正式的战场 躲过了这个灾难 老班长就带到我们去埋葬尸体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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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条例范围不在广东省 所以这个条例不难用 后来再查这个条例到了2013年也不实用了 只是发力都汇气了 到了2016年万世民政党它主张转型正义啊尊重影响啊 2018年实现了一个赤金转型正义务委员会建议我再提出前行来结果脱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他又推着行过不过去还是说不定同一个场合一样的公文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